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继续看到以弗所书到第2章的13到第16节 请各位翻到之后我们同声一起来攻读 请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泡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和额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会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借着耶稣基督山上保训 因着你的教导也让我们看到你所赐的福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要称为神的儿子 求主帮助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 无论是你仆人卑微的口舌 以及在这里来渴慕主你自己话语的儿女 愿圣灵亲自地将你自己的话语解开 让我们因着你的亮光 我们得着安慰 也得着祝福 同心的感恩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想对于在座的每一位 基督徒谈到八福 好像这是起手式入门款第一招 我记得大概在二十多年前 在座有一位可爱的长老 他用唱的唱八福 也是我第一次听 我不说他是谁 你们用猜的 我不讲是因为我怕他会太骄傲 真好听 那个是我刚开始听到八福 我觉得这么好听的诗歌 圣经还可以用唱的 但是当我进到经文当中去想的时候 我觉得天哪 这是什么福气 这种福我宁可不要 为义受逼迫 各位喜欢被逼迫吗 刚刚在聚会之前 我说某一个长老 他有逼迫人的恩赐 那我的恩赐是整人专家 所以逼迫人的跟整人的合在一起 那就是非常完美 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到我们传爱之家 我觉得来到这里就是回家的感觉 真的是很开心 非常的愉快 尤其弟兄姐妹说诚实的话 来的时候我听到依然说 哇 师牧师你现在自然多了 我们好有默契 说我自然多了 那我就自己自首 我说从前我来这里是横眉怒眼 现在是慈眉善目 各位有没有这感觉 对不对 尤其是姐妹说起来 我觉得心花怒放 更是开心 那还没有聚会之前 我碰到美艺老师 美艺老师就说 哇 师牧师你好久没来了 你小了一号 我说你真有眼光 我相信你说的话 感谢主 我们主日可以在这边 因为我刚刚说这两位姐妹说的 都是死人和睦的话 是不是这样 照旧人的话 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 死人和睦的人 我不知道当我破题的时候 说到死人和睦 请问在座你的心中在想什么 究竟什么叫做和睦 它是一个名词 还是一个动词 在你想象中 可能每一个人的解读不一样 对不对 那今天我要花点时间来跟各位来思想 当我翻阅到马太福音 我觉得在这个福尤其在现今这个世代 在最近这段时间 我深深地感受到 这个世界最缺乏的就是和睦 可能有人说 多一点钱就好了 你觉得多一点钱是不是纷争更多 相信吗 有点回应 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浅薄 回应多我就讲得多 然后就想得很激动 没有什么回应 大概十分钟就想完了 我其实我所有的讯息的分享 都是要靠各位跟我一起合作完成 我们继续讲到 关于和睦究竟圣经当中怎么说 其实严格想起来 我必须要说 八福是入门款 可能各位觉得这是最简单的真理 但是容许我直言 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我越来越觉得 八福是最深奥的真理在其中 因为主耶稣说的是天国的文化 各位如果从马太福音第五章翻开来 我们从一开始 主耶稣是对谁说这个话 是对那些跟随他的门徒 不是对那些凑热闹的 所以你要能够听得懂八福 你就表示 你已经在天国的文化里面 那听不懂是很正常 很自然的 所以要听懂八福 要需要有点慧根 哎呀 说到慧根 对不起 我用世俗的语言 但是在这里 我要说的 所谓的慧根 要有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 你知道到底耶稣在说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认真来思想 这里面没有一种福气 是属于世界的福气 就拿我们的祷告会当中来说 我们主一祷告就是 主啊保守我的儿子 今年要考大学 让他考上第一次愿 保守我追的那个女朋友 守到前来 或者保守那个男生一看到我 就爱我入迷 就是看到我就喜欢 那么我们大家祷告 我们所有我们想求的 就是让我的股票一直涨 我不管买到哪里的房子 都是买到最好的地段 其实如果你检视我们的祷告 会发现我们所有的祷告的项目 求主让我的病得医治 圣经当中有一个病得医治 死人复活 叫做拉撒路 请问拉撒路复活之后 后来的结论是什么 还是走了 对不对 所以那是属世的 终究要过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一切 如果我们追求的都是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还没有真正活在信仰当中 所以容我直言 我刚刚要说 认识巴伏 首先你要有天国文化的软体 在你的里面 好像你的手机里面要下载一个APP 所以你就可以收到 斯牧师给你的line 对不对 你说他收到 为什么我没收到 说你要先download一下 你先要有那个 先下载 你有那个软体才能收到 所以在这里 谈到耶稣说的 那个使人和睦的人 知识体大事 那个福气是什么福气 就是他要称为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就等同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的本身 他的本尊 就是神的儿子 各位你想 有这么大的福分 各位想不想要 想不想要 阿们 但是各位当你看到耶稣基督要走苦路 被钉死在十字下 你还想不想 你再想就不正常 对不对 所以连保罗都说 我是不得已的 因为我不传言我就有祸了 我也觉得 其实是神拣选我们 在座的每一位 今天你会坐在这 没有一个人是偶然的 虽然你可能觉得说 我有一点牺牲 我今天来 有人会觉得 我来捧场的 有没有这种人 有没有 那所以我说 你会坐在这里 看起来是你的选择 其实是上帝的带领 阿们 对不对 所以这个起手是入门款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都觉得 那是我的选择 其实当我们真正知道 一个基督徒生命成熟 其实我们是被选择 我们被选择 我们能够坐在这里 其实是恩典 不是功劳 我们不是牺牲说 我牺牲了今天下午 我本来可以去KTV 我可以去卡拉OK 我可以去到哪里 但是各位 你来到这里赚到了 阿们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 天国文化 有这个软体的时候 你就能够知道说 到底耶稣所说的福 是对门徒 他不是对外面那些 跟随他的人 很多人跟随他 是因为吃饼得饱 很多人跟随他 是因为得好处 对不对 因为跟随他有东西吃 跟随他疾病得医治 但是神就是最后 拣选那一群他的门徒 要告诉他 知道说 这是天国的文化 上帝眼中的福气 跟世界的福气 是不一样的 我们世界上的福气 希望你的寿命 能够活得越长越好 寿如马土 什么 马土 沙拉 对不对 我知道传爱之家 圣经水准很高 在那边不可以随便乱讲 我刚刚故意测试一下 小丸子在不在 小丸子在 我来就想跟小丸子 开玩笑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 谈天国文化 从创世纪第三章 就开始铺陈 为什么我说 创世纪第三章 非常重要 因为三章是始祖犯罪 犯罪之后 神预备救恩 一直到新约 但是我们也看到 整个世界的发展 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是掌管人类 整个的人类的历史 竞争的主 因为一切都在他的册子上 我们常讲说 爱拼就爱拼 对不对 那首歌很流行 对不对 但是基督徒听不进去的 要拼 才要怎么样 才会赢 对不对 其实我的人生发现 拼的要死要活 不一定会赢 各位同意吗 对不对 所以真正基督徒 你了解的 最重要的关键是 我们是一群 已经预告你 最后告诉你 之前告诉你 最后你是得胜的人 阿们 所以这是基督徒 跟世界最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们是 要赢才要拼 听懂了没 我这个人是非常现实的牧师 大概很少像我这么不属灵的牧师 就是我觉得 告诉我会不会赢 会赢我就努力 你如果说不一定 我觉得我白花力气 是不是这样 所以今天你在这个基督信仰里面 是一群已经预告你 告诉你 最后终战 你是得胜者 阿们 所以这个得胜 是因着你跟基督的联合 因着你跟基督的联合 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 不是在不再靠自己 因为今天我要谈到两下和为下 跟中间隔断的墙 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经文 跟我们和睦有很大的关系 始祖从第三章开始犯罪 所以就一路上一直到现在 到了耶稣基督降生完成救恩 就到了什么 末世开始 所以所有圣经当中 预言到了末世 所有的景象 各位 我说这个世界最缺乏的 我们最渴慕的就是和睦 各位如果每天把电视打开 你看到我们的新闻 你觉得安心吗 你觉得平安吗 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 对不对 多处有饥荒 到处有地震 是不是这样 我记得 有一年的3月30号 不知道多少年前 我站在这边分享 当时有几个人在 那天 330 哎呀 330的时候 只有这几位 其他人都还没有来 哎呀 是是是 哇 那个时候我好年轻 那天的地震 这边有一个 这么高的音箱 对不对 倒下来 好像我记得那天 连爱言都没吃到 因为那个锅子 好像也倒下来了 印象深刻 所以地震 饥荒 中美贸易战 对不对 是不是影响我们非常大 贸易战影响很大 然后香港的反送中 到现在落幕了没有 还没有 台湾预备要准备 要进入大选 是不是 所以你什么都可以谈 不要谈政治 一谈政治就吵架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连关心都没有办法 这个世界最缺乏的就是和睦 那究竟和睦是什么 圣经当中告诉我们 我思想到和睦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 诗篇 133篇 133篇 你不需要翻开来 我们一起来背 好不好 看哪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善 何等的美 好比黑门甘露 因为在那里 有耶和华命定的福 就是什么 命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所以诗篇当中就告诉你说 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叫做永远的生命 就是基督的儿子 因为他要降生 他是永恒的生命 所以多么的美 我们谈到和睦的时候 在圣经当中有 从旧约到新约 使用和睦的中文翻译 有24处的经文 但是真实的 原来在圣经当中翻译 如果从西伯来文上面的字译 叫做 Sharon 平安 西伯来文叫Sharon 平安 那么在整个新约里面 他翻译成好多种 不只是平安 有和平 有和睦 等等 所以加起来好多的经文 但是在这里他用和睦 而这个和睦的关键字 在圣经当中 其实他所指的是 人和人 人和大地 人和造物主 这是一个整体的关系 因为在西伯来文里面 他没有用这样的形容词 但是它有很深的意义 它的很深层的意义是 这一个和睦 叫做付代价所产生的和谐 也就是 它是必须要去付代价 那么我们继续来思想 什么叫做付代价 我刚刚先丢了一个题目给各位 我说各位听到和睦 你想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景况 你可能有人觉得 它是个名词叫做和睦 有人觉得它是个动词 我们都误会了 我们以为和睦 就是解决人跟人之间的争吵冲突 好像它只有人跟人之间 关系上的和睦 但是事实上的真相 在整个的声音生成的意思 他更深的说 他强调的是人跟神的恢复 所以在以佛所书第二章 保罗就谈到中间隔断的墙 就是先把人 因为从创世纪第三章以后 就是始祖犯罪 那个罪会不断的开始牵连 可以影响一直到现在 包括各位 我们都活在那个罪恶牵连的世界里面 我们活在教会当中 耶稣说 康健的人才需要怎么样 对 有病的人 有病的人 不知道是我迷糊 还是你反应太快 但是如果我迷糊 都是装的 所以来到这里 所有基督徒有一个很奇妙的特质 就是你问基督徒说 你是不是罪人 基督徒说是 我是罪人 对不对 我有问题 否则我为什么需要神呢 我如果我都靠自己 我不觉得我有问题 我可以宣布 这样的人不要传福音给他了 为什么 他觉得他不需要神 所以所有来到神面前 必须要信有神 那个信有神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主啊 我有问题 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会发现 我摆不平的是我自己这个人 保罗说 我立志行善由我 由得我 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对不对 所有我们会体会到 原来在我的里面 我需要上帝 如果我什么事情都靠自己 我靠我的经验 靠我的知识 靠我的理性 我都能够解决 我为什么需要神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这边谈到 那个和睦 就是你跟神的关系 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喜庆恢复之后 你跟神的关系恢复之后 你才可能跟人 真正的开始有和睦的关系 否则你到哪里去 再美好的环境 你只要加入就变成冲突 只要加入之后就变成冲突 所以我们就发现 我们都认为 别人有问题 其实当一个基督徒发现 问题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就接近成熟 阿们 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 那个环境有问题 那群人有问题 但是我们经常要思想是 我需要被帮助 我需要神来改变我 今天我谈到 那个和睦是 人与神的关系的恢复之后 进而能够带来 人与人关系的恢复 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就是要帮助 人跟神来恢复关系 所以真正的和睦 就是我们经历到生命的改变 变成新造的人 我们里面就有一个使命感 就是我不论走到哪里去 我希望我所认识的人 我所爱的人 他能够经历到 我跟神和好的那个过程 所以你跟人的真正的关系的建立 就是你要把他带到基督里面 你要把他带到基督里面 我们才有永恒的生命 今天谈到和睦 我看到在路加福音 十九章第二节到第八节 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没有办法跟今天 跟各位翻这么多经文 在这里十九章谈到 有一个身高不高的人 他是个税吏 叫什么 你们果然水准很好 没有讲的人 你们其实也知道 但你们懒得说 是不是这样 OK 我怜悯你们 原谅你们 要睡觉就自己去睡 没关系 但是不要打呼 两点半钟来聚会 都是非常属灵的教会 我现在所服事教会是两点钟 对不对 那个时间下面睡成一片 各位知道吧 因为尤其这种天气 睡觉很舒服 对不对 我都说没关系 我讲得好 你就继续睡 但是你打呼 不要让旁边的人吵到了 OK 十九章二到八节说到 杀该遇见耶稣 他和神的关系就恢复了 所以他的关系一恢复 他立刻就说什么 他说 我欠了人家 我愿意怎么样 一半 对不对 我如果讹杀谁 要给他几倍 果然你们高 这个教会不能随便讲 因为你们水准很够 所以我们看到 杀该 他在这个桑树上面 当耶稣说 我今天就要住在你的家里 对不对 那么这个人 他马上他的生命就改变了 我们看到一个被神改变生命的人 他立刻的反应是什么 他说我愿意悔改 我欠人的我就还 我困欠人 我给四倍 对不对 好有勇气 对不对 好有信心 我们继续看 人怎么能够使人和睦呢 人怎么能使人和睦 我其实是很怀疑 我在想说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我们会觉得说 使人和睦 怎么样使人和睦 就是人跟人之间有纷争 然后要找一个长老级的 大老级的 对不对 出来瞧一瞧 是不是 然后我如果讲的世俗 你就是到外面去请客 对不对 摆一说 然后大家就是喝两杯 然后就握握手 是不是要叫和睦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如果我们人跟人 其实如果要需要大老 出来瞧事情 叫做和睦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说哎呀 做个和睦 和睦 和睦常常是没有是非的 没有是非的 大家就是吃吃饭 你们有误会了 看着我的面子吧 好不好 看着荣长老年纪这么大 对不对 我讲说年纪没有很大 看着 因为我讲得太快 就是 我们看着长老的面子 他出来做东 对不对 明明是你们两个吵架 为什么长老付钱 要不然怎么当长老 对不对 心当长老的不要害怕 就是 多存一点钱 买通人心 其实我们的和睦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不明是非 用和事老 或者瞧事情 我们立法院很会瞧 对不对 都是用桥的 最后全民的利益都损失 对不对 我没有说是蓝的或绿的 所以你们下次可以找我 会继续讲 那么 什么人 和睦 我可以跟各位说 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说 蛇属一窝 蛇属一窝就是 你知道那些黑社会的 或者是那些利益集团 干坏事的 我告诉你 为了利益 他们绑得可紧 外人是进不去的 对不对 他们是怎么样 叫做一个鼻孔出气 你知道吗 就是这些人都是坏人 他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所以你打不进去 好人反而难缠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边 把这个题目破出来之后 我们不是一个鼻孔出气 也不是盗贼一窝 也不是不明是非 更不是祸悉尼 那个真正的和睦的产生 是因为耶稣基督 为我们付了代价 是因为我们愿意 跟耶稣基督和好 那个关系的恢复 人才可能恢复 所以在这里说到 那个最大的祝福 使人和睦的人 必要称为什么 称为神的儿子 这是多么高的一个 这么大的祝福 所以人要使人祝福 不是我们能 而是什么 而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能 所以这就是生命 在教会里面 常常有两条线的服饰 我说两种的服饰 一种叫做事工导向的服饰 一种叫做生命的服饰 你觉得哪一种比较重要 你们考不倒 事工导向重要 我觉得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 我们需要好好的预备 预备心 我们才能够唱最美好的诗歌 对不对 传爱唱诗的水准是很高的 所以每次都预备 这个事工很重要 但是生命也很重要 如果没有生命的服饰在其中 那么我们在事工上面 常常发生冲突 常常有争端 为了排服饰 为了上去唱的时候 你可能老是慢半拍 或者他的老是放炮走音 对不对 就被嫌悟 这边有没有这个情形 有啊 我以为没有 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 以佛所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说 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如今 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清净 因他是我们和睦将两下和为一 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以自己的身体来废掉冤仇 所以付代价的是谁 是耶稣付的代价 对不对 我们只要负责接受就好了 在这里说到两下和为一下 是哪两下 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是哪一道墙 到底是什么墙 保罗在以佛所书当中所说的 因为在这些以色列的传统 在旧约当中 圣殿里面是分得非常清楚 律法是很清楚的 也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称为什么 外邦人 对不对 跟那些犹太人 犹太人骄傲 是因为他们觉得 我们是神的选民 我们被拣选 其实在座各位 我们全部都是蒙恩的外邦人 阿们 都是蒙了恩典 可是在那个中间隔断的墙是指 在那个圣殿当中 这些外邦人是不可以进去的 那一道很大的那一道墙 上面刻了字 写得很清楚 外邦人如果穿过这道墙 就必须要自死 就是要把它处死 就是你不可以跃这道墙 你跃过了这道墙 就必须要处死 所以人跟神之间 是因着那个罪 你没有办法去亲近他 我们一个不认识神 我们觉得因为神是光 神就是光 我们不能够去亲近他 当你还没有认识他 没有耶稣在你的里面的时候 那个光照着你的时候 各位我们已经习惯在黑暗里面 你看到光是不是眼睛很不舒服 对不对 很不舒服 我们已经习惯了 所以在这里看到 那个靠着耶稣的血 并且中间的那道墙 我们成为新约时代 外邦人蒙恩 我们是一群蒙恩的外邦人 因着这道墙 被耶稣自己的身体 用他的血 就拆毁中间隔断墙 那个两下指的就是 一个就是外邦人 在救恩当中无分 一个就是选民 就是以色列的百姓 那另外呢 他也涵盖着很重要的观点 从旧约到新约 一个叫做律法 一个叫做恩典 恩典就从耶稣基督而来 所以我们在新约当中 我们因着接受相信了耶稣 我们就没有在那个律法当中 律法是死人之罪 但他不提供能力 所以你明明知道 我们常常很无奈 你明明知道 这个事情不该做 但是怎么样 你会觉得身不由己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当我们有这样的经验 知道说身不由己 我想你知道 我想请问你 上帝知不知道 你的软弱 知不知道你隐藏的 没有办法告诉别人的事情 上帝都知道 对不对 但是尽管坦然无惧 来到诗人宝座前面 你不是故意犯罪 但神都知道 我们还在母妇当中 你未曾经体质 神都看到了 你这个人还没有来到世界 在母妇之中 神所拣选的人 神就已经知道了 他认识你 并且你在世上的日子 一天都没有过 都未过一日 都已经写在车子上 阿们 这是基督徒 我觉得我们何等的有幸 我们可以知道 我刚刚谈到说 爱娘才拼 对不对 台语是不是这么说 我可能不如 爱拼才拼 那是叶启田唱的 台语 爱拼 爱拼 好 好 这个要让 要让我们高尚老来翻译一下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是一群得胜的人 所以你尽管按着 按着你的能力来走 按着能力 就如同你今天你到了机场 各位到机场 有没有看到 很长的输送带 有没有 对不对 你拿着行李很疲倦 很累的时候 你就拖着你的那个行李箱 当你走到那个输送带上面 会不会觉得好开心 对不对 因为你站在那边就可以走了嘛 对不对 那个输送带就是很长 你站在那边就可以走 各位我告诉你 福音就是如此 你就是 你只要信主之后 你就站在上面 是神在带领 但是有人在那个输送带上面 还走得飞快 对不对 归心事件 可能门口他的女朋友在等他 他很开心 很高兴 可能是有子 他的父母已经在门口等他 所以其实我们 我们活在这个福音的里面 我们活在教会里面 基督徒 就好像我们在那个带子上面 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代价 所以你尽管在上面 在上面 有人在上面表现卓越 有人穿的短裤跑得很快 对不对 有人已经泪瘫了 坐在那个地方 你要从他身上跨过去 对不对 但是 不去乡 因为到最后 我们通通都会到海关 知道吗 那你快你慢 每个人神给我们的带领不一样 所以你们必要晓得真理 因为真理使你怎么样 得自由 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 那么我继续念到 在以佛所书当中说到 十三节到十六节 因他使我们和睦 其实刚刚我们在读的时候 漏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因他是我们和睦 原文说 因他是我们的和睦 跟他是我们和睦 又不一样了 就耶稣本身 他就是我们的和睦 所以当你愿意把你的心门打开的时候 愿意把你的心敞开来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活在自己的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把心打开 我们对人没有办法打开来 我觉得是OK的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安全感 我们在人的面前 我们不能够敞开我们的心 包括我在内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说 主啊你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 我在你面前会觉得羞愧 我会觉得我怎么是如此 但是你的恩典大过我的罪 阿们 所以我们很难告诉别人 可能别人看到 包括牧者也是一样 你只看到他愿意让你看的 那个形象跟那个面 但是神完全知道我们 更重要的是 你尽管坦然无惧 你愿意敞开你的心 他接纳我们 不是靠着你自己 那个罪 如同我们衣服上面 白色的衣服上面 沾染到不洁净 哪怕一个很小的一点墨水 也叫做不洁净 所以它是一个 不是叫做相对性的 是绝对的 也就是没有真正的 完全洁白无瑕的人 一个越认识上帝的人 越知道自己需要救恩 一个越认识神的人 如同保罗所说的 在罪人之中 我是一个罪魁 过去我不容易体会 我觉得曾经我认为 我这个人还不错 后来越服侍越觉得 我怎么会有这种 不错的想法呢 错得厉害 各位 但是不要担心 我们不要被控告 尽管坦然无惧 因为付代价的是主耶稣 付代价的是主耶稣 所以那个中间隔断的墙 在这里也包含什么样的意思 包括人的失欲 包括我们的成见 包括我们的骄傲 包括错误的价值观 偏差的信仰 以及人跟人分隔开来 所以那个中间隔断的墙 在旧约当中 是那个人没有办法跟神来见面 但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 中间的那个墙 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偏见 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 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合宜的认识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成见跟骄傲 使我们没有办法跟神 除了恢复之外 就是我们仍然是一群被控告的人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 我在这里跟各位来分享的时候 那个和睦是 你真正的跟神有合一的关系 真正的产生了和好 以至于那个新的生命 可以让你享受神同在的平安 你不再定睛 在你自己的不足软弱上面 你才会想到说 原来保罗说 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 显得怎么样 显得完全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软弱 你都觉得刚想 我觉得那是最需要被担心的 人看到自己的软弱 怎么办呢 我这么软弱 那些软弱是把你带到神的面前 你经历到 你可以去求他 我们把耶稣带给别人 也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因为耶稣刚才说的 他是我们的和睦 如果你把耶稣带给人 耶稣亲自在人与人之间 就做那个和睦的工作 所以会使你生命长进 你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 人的关系变得和谐 为什么使人和睦能有福呢 因为人愿意去做使人和睦的人 他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其中 有基督生命在其中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上面说 我们既然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一个圣洁得见神与他同行的人 因着基督圣灵的内住 使我们可以享受 那个圣洁不是你守住了道德的律 所以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我觉得神拣选我们 我们在这个世上这段时间 一直到建筑面 你的生命不停地在神的手中 因为你成为他手中的工作 你要相信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没有一件事情是突然的 每件事情的发生 包括你的损失 包括你的挫折 包括你的软弱跟跌倒 都有神的心意在其中 所以你是不是看到神的心意在里面 让你借着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让你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近 这是我们谈到 使人和睦 跟神的关系的恢复 一个至高至大 一无所知 在提摩太前书的六章第四节说 至高至大一无所知 专好问难 争辩言辞 从此生出嫉妒 纷争毁谤 请问各位 如果教会没有这样的状况 为什么保罗要写在提摩太前书 来勉励年轻的提摩太 是因为在两千年前 发现在教会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纷争 请问那个时候有纷争 现在教会有没有纷争 那个时候纷争严重 现在是不是更严重 因为到了末世 所以你如何的去解决跟面对 我可以告诉各位 除了让神的话建立你的生命 除了你祷告 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 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你不要尝试靠着你的努力 因为罪不提供能力 所有的律法的设置 它的目的是什么 律法的设置是让你知罪 那知罪又如何 我常说 知道做不到 宁愿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 因为你知道那个事情 你不能做 但是你做了 所以我说我宁愿不知道 我心里还平安一点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做不到 今天你成为基督徒 就知道说 我虽然知道我做不到 我举一个例子 可能各位更相信 什么叫做恩典 什么叫做律法 今天你走进一家餐厅 这个餐厅走进去 一个人要付一千块 才可以买到门票 吃到饱 一千块算便宜的吧 对不对 但是 耶稣说你们通通来吃 你们通通来吃 你发现前面高长老 他付了一千块进去了 养贤在吗 养贤说 对不起我没有一千 我只有五百块 对不对 耶稣说你也进去 但是你也交出五百块 对不对 金武就说了 我连五百都没有 我只有一百 没问题 你也进来吃 但是最公平的部分是 你们都付出你们全部的 有付一千的 有付五百的 有付一百的 最后面坐在那靠墙面 他只拿十块钱 他也进去了 对不对 谁的恩典最大 谁的恩典最大 没有错 你们水准真高 来这边压力很大 你知道吗 我在这边紧张得不得了 这就是恩典 所以当你眼睛看着别人的时候 你就看不到真理了 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所以在这里 我刚刚说一开始讲到 巴弗讲到是天国的文化 是天国文化跟世界上文化是不一样 世界文化是追求公平的 对不对 但天国文化没有追求公平 但在恩典里面都一样 所以一千块跟十块钱 他进去都大吃大喝 但是纷争来了 你知道吗 如果那个叫做高长老 他如果休养差一点 他过去找后面那个荣长老的麻烦 说 我付了一千块才进去 你拿十块你凭什么吃啊 对不对 荣长老说 对不起你不要嚣张啊 我拿十块你竟然吃 我不是吃你的便宜啊 对不对 我吃的是耶稣的恩典 各位明白没有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没有一个人他的尺 是可以用在你的身上的 所以尽管放心 我们都是客制化量身定做的一群 神知道每一个 他认识每一个人 对每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到我做得到的 你说不到 你说到的我可能没办法 因为每个人的能力 聪明恩赐都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相同 就是恩典都一样 所以这个信仰好不好 这信仰真好 我很希望各位都可以 好好的尝到 各位 但是有一点就是 你都要竭尽所能 无论是一千块 他真的就只有一千块 对不对 那十块说我真的 我全身就只剩十块 但你也进来 但有一点的相同是 我们都尽了力了 在基督里面 我们都尽了力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信仰 这是极大的好消息 这多大的恩典 因为你走进餐厅 没有这些事情 比如说你去餐厅 还没有进去就知道谁买单 各位爽不爽 对不起我用吃错例子 你还没有去吃就知道 今天谁买单 不要说一群人坐在那边说 等一下不知道是 长老付钱还是牧师付钱 牧师是不付钱的 感谢主 靠恩典 真言书十三章十节说 骄傲只起竞争 四敬 听劝言的却有智慧 请问 骄傲的人自己 知不知道自己骄傲 你们没有把握 对不对 请问蛇知不知道自己有毒 蛇不知道自己有毒 对不对 你有口臭 知不知道自己有口臭 不知道 所以骄傲人一开口 就知道这个人是骄傲 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其实我们骄傲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很多时候自己不知道自己的骄傲 所以在教会当中许多的纷争 有好多的这些纷争 就是增进 从一开始 我说创世纪第三章开始 人吃了分别善恶素的果子之后 怎么样 眼睛亮了 眼睛亮代表什么 原来审判权在上帝 人的罪是什么 就是说本来神定是非 对不对 所以始祖犯罪之后 每个人心里都产生一把尺 我觉得这个对 他觉得这个错 所以纷争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重 直到今天 包括在教会当中也是如此 我们因为增进 我们因为里面的骄傲 因为成见 一无所知 常常在会议里面 发言最多的可能是 最不懂的人 各位知道吗 希望等一下不要开会 我有的时候讲得太快 因为圣经当中说 一无所知 在提摩太前书 这是保罗勉力提摩太 因为通常 越无知人话越多 越无知人话越多 我没有说谁 不要生气 如果你会生气 他大概有点问题 那么箴言书 十八章六节说 愚昧人张嘴就起身端 开口就遭鞭打 所以各位 多读真言 长知识 多读真言 那个知识 不是世界的知识 而是怎么样 天国文化的知识 让我们真知道 求主帮助我们 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二十到二十二节说 神借着他在十字架上 所流的血 成就了和平 在这里那个和睦 把它翻成和平 翻成了和平 便借着他叫万有 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 都与自己和好 这是上帝完成的工作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 因着恶行 心理与他为敌 但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因为耶稣的死 我们跟自己和好 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都成了圣洁 不是你的品格的高尚 跟那个道德的高尚 因为那个圣洁不是人看人的圣洁 不是觉得 你觉得看到长老圣洁 牧师圣洁 不是 绝对不是 是在神的眼光 神看你称义 上帝从天上看这个人 他只看两种人 一种人是他的儿子的生命 一种是没有他儿子的生命 所以他看到耶稣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 我们就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那个圣洁要用信心去知取 常常有耶稣住在你的里面 无可责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 那哥罗西书的三章 十二到十五节当中也说到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卷民 圣洁蒙慈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恩慈 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为什么 因为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 在这一切之外 要存着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也为此蒙昭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我在这边读了这一段的经文 我原来我一进门的时候 我就拿着我的小随身碟说 要放PPT 我就问了一下子星哥 说这边是每个讲员都来放 他说少数人 所以我就把我的PPT收回来 我会用PPT来分享讯息 是过去这一年养成的习惯 养成的习惯 那么也有好处 也有坏处 那个坏处是我常常会看到 有的时候 那个软体不相容 或者你的档案放进去 打不开 然后那个老师就说 这堂课我们休息 下次再来 求主怜悯 在哥洛西书上第三章说到 我们是神的选民 是神选我们 借着我们的接受 圣洁蒙慈爱的人 存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其实 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与人仍然会有嫌隙 各位会有吗 我们仍然会有嫌隙 但与人有嫌隙的时候 你要去思想 我们在神的面前 是怎么样的人 神饶恕我们 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 把我们赎回来 记不记得那个 欠了三千两 欠了五千两的人 他不放过别人 对不对 所以一个真正看到恩典 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 你的里面就宽广了 因为你看到神无限大的恩典 你对人就不再有这么多的嫌隙 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 最缺乏和睦的世界 有句话叫做 见凤插针 听过没有 是撒旦的作为 对不对 往来传舌就起争端 对不对 所以这是教会里面 很多有人的地方 就有是非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传话 我们传话 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我觉得那个和睦很重要的是 有神的生命 不做一个传是非的人 不做一个传是非的人 不要往来传舌 紧舌口舌 因为一个人的生命 就从你能不能乐住你的舌头 雅各书不是谈到吗 对不对 人要能够乐住自己的舌头 就像是那个马 你乐住那个马 它的那个叫做脚环 那个脚环被乐住 那个马就被你调动 再大的一条船 这一艘船 在大海当中 那个小小的舵 在水面下面 你掌握了那个舵 船就有方向 有意义 能够到达它的目的 我觉得一个基督徒 能够乐住你的舌头 就展现圣灵 在你生命当中的 非常清楚的印证 对不对 我们相信圣灵 在我们的当中 就成为一个 乐得住舌头的人 人与人之间会有嫌隙 但是我觉得最美好的 你想成为神的儿子 耶稣为我们付了代价 我们也成为一个 建立别人 使人和好的人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因为和睦何等的重要 加和万事心 主我们的和睦 是因着你是我们的和睦 主帮助我们 做和平之子 我们不以恶报恶 我们能够乐住自己的舌头 并且主动地愿意付出代价 因为盐本是好的 盐若失了胃 怎么能够再叫它闲呢 求主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有一个盐的生命 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是盐 我们也是光 当盐和光 愿意付代价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那个 使人与神和好的人 我们感谢你 与我们同在 也保守今天来到 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同心感恩 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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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